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姜慧 姜慧 你好 好久不见了 妳好 好久不见了 是啊 最近怎么样了 很好啊 最近 最近 谈恋爱 对 我听人家讲说 你最近交了一个男朋友 而且还不错 对啊 对我很好啊 本来我也没有想要交男朋友的啊 可是呢 我有一个好朋友嘛 叫芳芳 那他自己因为结过婚了嘛 他就好像觉得天下所有的女人都应该要结婚 就拼命一直帮我介绍男朋友 结果呢 就介绍了一位呢 在加拿大的一个华侨 那对我一直很好啊 追我追得很厉害 那后来我就发现这个男的真的也蛮不错 我终于决定反过来追他 那我追他也追得蛮开心的 我哪有 我的事你管我 我喜欢说我追他 你怎样 因为他开始都说他追我啊 那现在既然我已经喜欢他了 那我追他有什么关系呢 他就很开心啊 是这样是不是 你有神经病啊 没有啊 哪有你还反追人家呢 可是当我们俩情相悦的时候 谁追谁有什么不一样呢 哦 这倒是真的 你看我这么久都没有在荧光幕上出现 就是因为我追他 约他去约会啊 到处去走 到处去玩 到处去看啊 然后没有事 还可以塞个约啊 我没有啦 我啦 我说我啦 我跟你讲 我一生气的时候啊 我就会故意从加拿大飞到日本 然后他就急忙忙在追到日本 我一看他追到日本我就很开心跟他玩一玩 玩一玩我又假装很生气 我又飞回国内 然后他又赶快追回来 我觉得蛮好玩的啊 我觉得蛮甜蜜的啊 对啊 你看你那个样子 已经陶醉在幸福之中 对啊 其实我都觉得自己有点快疯了 对 前几天呢 你妹妹来上节目啊 那回去有没有跟你说什么啊 有没有叫你说上我们面对一面 这个 你要小心一点 她没有说小心啊 因为她说主持人很笨啊 都没有问题可以问啊 还要她教她问题这样子 我真的是那个主持人真是蛮笨的 好笨啊 好奇怪啊 怎么会这样子呢 不过现在笨的我也喜欢 你要知道恋爱的人 对一切事情都很满意 我没有啦 我说我啦 我不是讲你啦 你怎么跟杨凡一样喜欢打人啊 上节目不能打人的啦 没有啊 这表示我们很亲切啊 对不对 亲切就要打声 那我真的打你 你能不能送你啊 好了啦 好的啦 什么东西要好了啦 不要 这个问题不要再讲了啦 好了 这个问题不讲就不讲了啦 你怕不怕你妹妹出这个闵南语唱片 我怎么会怕她呢 怎么说 唱闵南语呢 现在我已经稳坐第一把交椅啊 是 那如果说唱闵南语她也唱得很好 观众喜欢她 我反正现在已经有借口啊 那我就去结婚 不要再讲这个问题啦 不行啊 我就喜欢讲啊 很奇怪啊 你这个女人怎么这样子啊 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啊 追我的人很多的啦 可是我终于找到一个自己也比较喜欢的这样 你干嘛 是今天 你今天补牙是吧 你干嘛一直都补牙牙齿 因为江蕙平常没有那么三发 我哪里有三发 所以你们不要误解我 你干嘛啦 你很奇怪 你跟我男朋友一样 我男朋友也是 她没事啊 一干嘛的时候 就把我手这样拉开 然后啊 等一下啊 什么东西 听说你是一个很风趣很幽默 很有个性的女孩子 对 我其实我应该 我想我应该这样介绍我自己 我呢 其实是一个蛮好爽的女孩子 表面上看起来我好像很娇弱 而且好像觉得我很害羞 其实我蛮好爽的 而且我的个性有点像男孩子 我觉得讲一句女男女 就是比较阿沙里一点 而且呢 我应该不能算是倔强 我觉得我是折善固执 这样子 你觉得 你认识的江蕙是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她是真的是这个样子 而且她心里很善良 而且她心里很善良 你怎么讲一样的呢 我讲我自己啊 我当然最了解你自己啊 我心里很善良 我常常因为了朋友的事情呢 自己会小受一点伤害 不过事情过后呢 我都会觉得也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们是我的朋友 对嘛 反正人生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多久 根本不用斤斤计较 对 人一生只能活一次 何必凡事斤斤计较呢 所以要就不要计较 要计较的话 你给我计字 你给我计字 最近有没有什么新歌发表 我现在正在准备新歌 我在选歌当中 因为我觉得 今天我能够有这样的成绩呢 我一定要唱更好的歌给观众 对 所以我不能随便唱歌 我不能为了唱片公司觉得 应该要赚钱要录歌 我就去录歌 我一定要很谨慎的选择每一首 让观众觉得听起来 江卉的歌就是不一样的歌 对 而且像你那么优秀的歌者 真的 真的很少了 真的不骗你 已经真的是太少了 米拉宇哥歌星当中 可能只剩下你这么一个 对 我是硕果仅存的 干嘛 没有啦 别的也不错啦 只是我们个人 有个人唱歌 不同的技巧 不同的韻味 只是我也比较喜欢我自己一点 这样子 那你喜不喜欢看我们牛环泡 我每天都看啊 好好笑啊 好笑吧 你们那捧恰恰鼻孔怎么那么大啊 其实每一个人都说这个问题啊 大家都一直在问 可是刚才我在后台照镜子跟他一比啊 真的 各位看看我 你不然再看你的鼻孔是一样的 不要看鼻孔了 怎么在电视画面在看鼻孔呢 真不会生 你不能这样想 这个时间刚好算人家的吃饭的时间 那你就弄错了 连环泡的节目可爱就是可爱在什么呢 可爱在她很亲切她很自然 她不做作嘛 这倒是真的 对不对 让你觉得好像你看到的 都是你身边发生的事物 这个是 现在是你主持还是我主持 你主持啊 怎么讲 主持 因为我还想上连环泡 所以一定要把连环泡讲得很好啊 听说你对这个黄梅调啊 歌仔细都蛮有研究的 你可不可以唱两句 有关注朋友听听看 那都不像我臭屁 真的唱得太棒了 真的啊 可是呢 我觉得呢 一个艺人呢 一定自己呢 要保守一点 要给别人保留一点 如果今天我上节目 连歌仔细 黄梅调我都唱了 以后 别人上节目怎么上呢 那个自命不凡的芳芳 她就没有东西可以卖 或许我不应该讲她自命不凡啦 就是说 人家都觉得她蛮优秀的 其实会的这个算什么 我们都会啊 讲到最后你还是会吧 当然会 怎么不会 那你就唱两句嘛 我的名字叫江沸 江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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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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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再见 她没有讲完话她就要再见 所以你说 连环帽的主持人这么没有礼貌 所以还要来上节目呢 不是啊 只要都是用不断文字 你每次都把话题扯开 你这个主持人好奇怪 你怎么跟江苏娜一样呢 我上次看节目的时候 我心里就做好准备了 如果我碰到的这个节目主持人 跟江苏娜一样的话呢 那他们就是 是吧 是吧 那你现在又不要 为观众朋友带来一首歌曲 是你买自己来好吗 你不要哭嘛 你是在笑是 我从来都不知道 原来我也很幽默 那这样的话 我以后除了唱歌 我也可以来说笑话主持节目呢 你给我记字 你给我记字 你给我记字